被菲律宾强行霸占20年,中国夺回来的人爱交,没想到如今居然变成了这样。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,欢迎观看本期节目,在观看之前,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,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。 1999年,菲律宾用一艘破船强行霸占了我国岛屿,如今这时候还回来了, 对我国来说,非常重要的人爱交却被菲律宾以搁浅的拙劣理由,用一艘破船强弱。 24年,面对我国日益强大的海军,菲律宾不仅不暂避锋芒,更是放下狠话要与我方战斗到底,直至最后一人。 我国可不会认着它的小性子自由活动,而是逐步掌握对人爱交的实际控制权,慢慢肢解非方的不良企图。 那究竟是何缘由,让我国无法一步到位? 而人爱交又是怎样的一座交道,能让菲律宾恬不知耻的惦记多年不撒手? 人爱交位于我国南海的南沙群岛东部海域,作为我国的固有领土,有着较高的战略地位与资源价值。 1999年5月9日,菲律宾领着马德雷山号舰船以搁浅为由,在中国领海人爱交非法座谈。 中方外交发言人,义正言辞要求非方立即拖走就军舰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琐碎的岛礁争端,让中国整整耗时了20年,才将其收回。 菲律宾用拙劣的借口抢占人爱交,确实是蓄谋已久。 仅从地理位置上看,就能知道它具有多重要的战略意义。 人爱交南北长15公里,东西宽约5.6公里,整体面积也只有21平方公里,约占我国海洋面积三分之二的南海,不仅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天然屏障,还有着举足轻重的资源供给潜力。 南海尤其连通太平洋、印度洋的独特地缘位置,是周边国家关注的焦点,更是临近的陆远海洋,国家抢夺的重心。 在海水退潮时,人爱交的大部分焦体会露出海平面,北半环较完整,南半环断成竖节,形成了很多的天然焦门。 人爱交北面,距离我国广东省大概1300公里,海南省大概1100公里,而距离西面的越南也只有750公里。 南面的马来西亚330公里,距离最近的应该就是东面的菲律宾,仅仅只有230公里。 所以,人爱交就是我国南沙的重要门户,位置极其重要。 首先,从军事角度说,第一,人爱交的内部有一个水深30多米,面积32平方公里的天然内湖,完全可以满足30吨级别的军舰和火轮的停泊。 只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建设,就可以作为一个天然的海上军事基地使用,是一个地方为位置十分优越的天然军岛。 第二,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旺岛,也仅有230公里。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,如果在人爱交上建设,观察上菲律宾的一举一动将被我们尽收眼底。 第三,人爱交距离我国两个实际控制的美济交和永暑岛都是相当近的,完全可以作为美济交和永暑岛的前沿纵深的东部前哨。 从经济角度说,人爱交附近海域,蕴藏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游戏资源,距离人爱交70公里的里约滩,经过有关部门的探测,周边有高达5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。 如果难免有人爱交作为屏障,我国就可以无忧无虑搞天然气开发,赚点小钱钱了。 再者,人爱交是我国二手南不南大门的重要支点。 如果实际控制,不管往西还是向东,都可以相互支持。 美济交和永暑岛战略防务。 正是由于人爱交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,菲律宾寄希望与这些非法侵占的岛礁来实现石油、天然气等能源的刺激, 不惜赌上了下一代人民的和平。 非政府甚至号召国民为资源而战,鼓励他们登上我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定居。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一点,他们还将这些岛屿命名为卡拉岩,对外宣称这些都是菲律宾的领土。 现如今,马六甲困局尚未突破,如果直接动用军事手段, 势必引起我国的经济震动,对外向型经济重振的东南沿海城市造成的打击。 资本逃离,民心不稳,进而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,所以非必要时刻不可妄用武力。 但是,我国可并非人人拿捏的软柿子,以仁爱礁事件为契机, 正好为南海争端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借鉴,并向世人展现我国保卫主权神圣,不可侵犯的决心。 仁爱礁事件在2013年就出现了是实质性转机,我国开始对其掌握了实际控制权。 该年,我军在仁爱礁海域连通中国的网络信号,派出军舰利用海式直升机进行巡逻。 后续几年里,菲律宾向仁爱礁偷送加固材料,处处遭到我军拦截, 即使是船员,物资也会受到严密排查。 我方在仁爱礁附近领域的活动大大增强,菲律宾也难以从中捞到任何好处。 因此,我军对于爱礁已经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。 当今社会,要想完全占领一个岛礁,光是军队占领还不充足, 还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,配备事宜,条件最好,能够配合生产,生活,旅游,事业等规划。 比如,近年来,我国花费巨资投鉴的三沙市,三沙市被划分到了海南省, 主要管理南中西沙群岛,包括岛礁和海域。 三沙市政府设在永兴岛,并配有机场、博物馆和将军森林等经典社区, 基层组织也近有目前还未开发完毕。 依照南海珠岛礁分散的上的实际情况,填海造路尤为关键, 而我国目前开发重心在永蜀礁、主、碧岛等岛礁。 至于仁爱礁旁,菲律宾的破船具体什么时候撤离, 我国大可慢慢来,其身瓦解其心溃散。 最近,菲律宾向仁爱礁的补给船,不就被我国海军强势拦截了? 没有后勤保障,菲律宾人自然坚持不下去, 毕竟这艘即将报废的船,从本质上仍属于搁浅的军舰。 在国际公约中,是不能对其武力驱逐的, 我国也不想因此落人口时,被世界媒体大作文章。 随着我国日渐上升的影响力,我们还可借助于舆论造势, 但并不是像菲律宾那般一样捏造, 而是通过拿出法律依据,向国际澄清事实,积极获取支持。 同时加大对北方的经济施压,暂停或停止对非的投资援助, 并鼓励沿海渔民和商人在仁爱礁附近进行经济活动,扩大开发力度。 说到这里,不得不再美人爱礁是个天然的良好避风港, 周围的海洋自愿风足,收回人爱礁,受益无穷, 让中国渔民更加安全地在自家的盘上活动。 趁人爱礁事件以及我国能教育国民, 强化海洋观念与维权意识, 也先是我方近30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、寸海不让的决心。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 然而历史的曲折使得主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 尤其是近代以来,中国的实力逐渐斩露头角, 南海问题变得愈加复杂。 在20世纪80年代,周边国家开始非法占领南海岛礁, 引发了不断的争论。 中国在面对外部挑衅时,也采取果断行动, 成功收复了多个岛礁,维护了自己的主权。 然而,南海的资源和地理位置仍然令许多国家觊觎, 这使得南海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。 为确保国家的海洋权益, 中国不仅在巩固国防方面付出巨大努力, 还在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上积极努力。 南海资源的丰富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。 中国愿意通过合作解决问题, 但绝不会妥协。 其次,中国应加强国际合作,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。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, 愿意通过友好磋商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, 而不会妥协。 这种坚定的立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, 尤其是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, 中国还应注意美国的干预, 因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开放的对话, 以避免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。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南海争端, 中国在这一方面有机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。 最后, 中国应继续加强南海地区的海洋研究和保护工作。 南海是一个生态敏感地区, 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。 中国已经在南海建设红树林以抵御台风, 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保护这一宝贵的生态资源。 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国家, 以实现共同的海洋生态安全。 综上所述, 南海问题不仅关系到领土和资源, 还关系到国际政治格局和海洋生态安全。 中国已经采取了间接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, 但解决南海问题需要综合的战略和国际合作。 中国应坚定地捍卫领土主权, 同时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渠道解决争端, 以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合作, 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。 南海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, 但也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机遇。 中国的成功将取决于其坚定的立场 和细致的战略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再见。